本日之外,一年去Angela,又不是蒙生心靈遇上行業 Nurgy7S,人類百分之九十五潛力,正在蘇醒 暗宿生日的送食 通過參與生活事件可以最大程度的獲益 單是轉身於物質,肉體的層面 就可以讓你們受益於別處找不到的體驗和特性 在目前這個特定期,以及在最近二十至三十萬年 萬年間轉身於地球,確實是有具大意義 意味著你們來到一個黑暗統治的地方 也必須努力奮鬥展示一個較為現實的自己 感受歡樂並提升自己的靈魂 又是回顧一下近代的歷史 你們會發現極少人在一生中充分地發展了自己的靈性 你們得自己下定決心去支力於靈性的發展 還得堅信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而地球生活的本則就是一場陽光與黑暗的持續值 有人說這是善與惡的鬥爭 是成就自我和如無無之的鬥爭 我們只想說這種存在的狀態 在一個地方實行的是特有的法則和規矩 而非只有地球才會面對這種挑戰 你們與其他生命不同的是 你們是在一個特殊的生物基因構造中重化的 這個構造被配慾是超遠 超遠超出你們無不想的種種能力 關於你們在這個戰鬥中的行為 表現是件有趣的事 因為人家一樣 你們相信你們只能使出自己一小部分的潛力 實際上你們是安朝神的模樣 被設計出來的輝煌造物 你們具有不可思的巨大潛力 但你們受到極大的控制 以至連這些潛力的存在都被否定 大多數人只是用了自身能力的3至4% 最為先進的人可能是用了12至15% 大多數人是怎麼回事呢 那另外的80%和90%的潛力去哪裡呢 被如何處理呢 這個90%的潛力此時正在蘇醒 古老的眼睛很快就會重新看出自我 可以是怎樣的樣子 當這些古老的眼睛真開的時候 當你們認識自己的真正潛力的時候 你們就會停止與自己的斟變 你們不會再重新自己 又會打出所謂的局限 你們將會開始前進 把從前進 總是用來阻止自己 做不到的東西都會掉到心口 好了 明白了 怎樣可以釋放到90%的潛力 喜歡影片的朋友 現在在那裡 大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